还很有趣 他说进到这个 你要进来 你要先角色设定 就是未来成熟的 即将要推出的 你可以设定你 刚刚短片都有看到 他讲比如说 我肤色要白一点 要黑一点 我眼睛要大一点 要小一点 我的身份 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参加共修 共修以后也会有 说我要去超金 那我是谁呢 你说我可以是一位师姐 我也可以是一位法师 我也可以是一个青年 就是角色的设定 你自己选 这个青年我要给他 穿上什么服装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有一个 我是在想 有趣 就是 比如说 我们举办八观灾界 因为很多人很羡慕 出家人的生活 如何如何 如果你要参加这个 云端羞耻的话 你角色设定 我也来 以出家人的心情 这个来 然后选一个出家人的身份 然后我就进去站里面 打坐 超金 这样 会不会有不一样呢 就是你看到这个荧幕上 是一个出家人 是你 这样 那个心态上 我真的是 觉得很好奇 如果各位 你去 这个 看了之后 你去 就是在 佛光山的这个 全球资讯网 你点这个云宇宙 你去 下载 去注册 之后那个角色扮演 你们有什么心得吗 烦让我知道一下 我真的很好奇 这样 那 总之的 我觉得一个角色的设定 之后你在里面 这里面 我光看刚刚的那个短片 他是可以 走在哪里 你看他停下来 我现在要看 这个是哪一场 三好未定义的什么 这是星云大师 师傅在跟我们讲 哪一段开示 走到哪里 看什么 看什么 这样 你可以选择的 那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我还问了慧金法师 我说 那 我怎么让他走 让他转过来 向左向右 他讲给我听 我就真的听不懂了 我说他什么 什么AE 什么什么 我说 这个不懂 我可以请教人 这样 他一直在笑 我说 像这样 可以看得出来 我说 如果老菩萨身边 没人怎么办 慧金法师跟我说 其实 老菩萨都懂得用功 那这个 这个整个的开发 这种 就科技红法的 这个开发 这要感谢 网龙科技公司 他们真的 跟 就是把他的 这个企业的文化 跟宗教 结合在一起 去办教育 这了不起 那 当然这中间 很 我光看一个 世界理事会议 这个一个 围棋八天的 一场会议 我就忙了多久 那现在 我们佛光山 都见面这边 开发的 云宇宙 就 现在来看 就是旧有的资料 先要架构进去 那开始增加新的 那未来 我听到的 哇 真的 连 除了佛光山 就是说 可能 比如说 你要来佛光山 你就先去看 就进来看 里面教你 你要住一些什么 还有 进大殿 就是佛门礼仪 学佛行仪 那 像这些 你看到 我知道 要怎么样 这个 我到佛光山去 都不用担心了 里面也会有一些 资讯 更新 那刚刚讲 它有很多功能 那 当然修持的功能 这个 学习的功能 还有会议的功能 这一些 其中就是 还有游戏的功能 就是 那慧经法师就说 其实 是 特别针对 时下的年轻人 因为年轻人 就在网路上 玩游戏 什么都是网路上 要好玩 才会吸引他们 所以 佛光山 与时俱进 就按照师父讲 师父说 这个 红法 过去就一句话 以文化 弘扬佛法 那 师父在讲 佛光山 四个 五十年 第一个 五十年 就是 靠着一群 发心 这个 虔诚的 佛教徒 然后 第一个 佛光山 五十年 这样走过来了 第二个五十年 就要各种的事业 当时师父在讲 说 光一个文化红法 你就要想 你用科技红法 这个 体育红法 音乐红法 艺术红法 但是师父讲了 好多种红法 坦白讲 我那时候 光是听到一个 科技红法 这科技我们怎么会懂呢 我也不晓得 师父的意思 体育红法 我那时候 也更加不懂了 打球吗 打球怎么度众啊 怎么红法 我不懂 所以 那个小麻雀 是不知道 大鹏鸟的高度 我们就看不懂 师父的心里头 他的世界 是怎么样 佛的境界 所以现在看了 经过师父的 这些理念 然后 这吩咐下去 大家很努力的 在各个领域 一起持续的贯彻 实践师父的 这种 以各种各种不同的 只要是跟 这种 智慧 与创新 都是结合 产生的这些 真的是很奇妙 像现在这个 云宇宙 我就觉得 本来开会 我还跟慧金 反而讲说 你让我研究一下 我稍微 可以懂得怎么讲 我下个星期看看 在早安佛光 我也很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这个推荐 分享 但是 我开完会之后 我想 我为什么要等下个星期呢 明天 就今天 昨天开会 我说 他不是要佛教Q&A吗 现在不正式 就让大家认识 这一朵云 这一朵 这个可以 把佛光世界 所有丰富的内容 未来 他不是说 只有一时的 不是只有说 今年过年 你来做什么 就不是了 他是 这朵云 一直在那里 而且他不断不断的 在充实 他其实是 里面的很多的 太丰富的资料 要慢慢慢慢 一直把他 像上船 或者说 把他设计出来 这些 尤其是有互动式的 这一些 那 我想 这一朵云 我当时还建议 我说 既然是要建议年轻人的 我说 会不会考虑双语 这中英文 不然你海外 当然你要各种语文 那是 指日可待 但是至少有个英文 他说 这个是很好的提醒 他们现在 还在开发 还在努力中 真的 我希望我们 这个 多建院资讯主 会让法师会 建法 这一大组人 大家辛苦了 但是 我相信 对于 接引 未来的人 他可以是年轻人 他可以是一个科技人 他可以是一个 网路上习惯的人 习惯网路的人 像这些 其实这又是师父说的 以事业 来继续 拓展浮光山的第二个五十年 接引更多的人 那这些人 是在网路上的人 或者是说年轻人 都在虚拟世界里头的人 你与其让他流连忘返 在那个虚拟的 可能是战争 可能是耗费心神的游戏里 不如让他踏上这一朵 充满的智慧的这朵云宇宙 让他进来 所以如果我们各位观众朋友 你说 不懂 这样讲不懂 其实慧经法是 他在演绎那个内容 当然我第一个就是看到 有听课的功能 开会的功能 太好了 这样 那总是呢 以后还会有机会 他这个做好了 一步一步 有进展 我们就可以在早安佛光 我想一样是空中红法 就有义务 应该要跟大家分享 会进一步的 这些资讯再给大家 多了解一些 如果你说 就像我这种水准的 说不懂 什么下载 上传下载 什么 怎么样 我现在就是会开机而已 但我身边有很多武林高手 那所以你身边如果说 分会 佛光会 大家互相照顾 你再不懂 你抱着电脑回到场 法师应该都要懂了 除了我这一类的之外 年轻一辈都会的 总是佛光人之间 都是互相这样照应的 让他们帮你 可以说我去下载 我去注册 登录 登录 像这些 让人家帮你 之后呢 你在这个 云宇宙里头 真的是畅游乏海 我觉得 你再不懂 你让你的第二代 你第三代 让你的孩子 孙子 让他们帮忙 他们看到 肯定要大吃一惊 佛教 什么时候这么先进啊 这里面这么多东西好玩啊 以后还更好玩 还在开发中 总是呢 我们要支持这一朵云宇宙 我们就大家都要去 叫做先去下载这个 总之你去看 你只要进去了 他又给 什么下载 什么登录 你就照着做 我说不懂 就找你的孩子 孙子 来帮你 他们同时会跟着一起进入的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方便法门 好了 总是趁着这个科技红法的 这个翅膀啊 我们踏上了这个云宇宙 我们要 要让佛法的弘扬 更加是照着师父的理想 真的科技红法 大家要共同响应的 好 以我这么有限的程度 我就只能讲到这里了 祝福大家 omitov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